Hello 大家好 我是细科厨房 今天我们来试做清蒸鱼 食材非常简单 今次我用了石甲鱼来蒸 马上来看看材料 看完材料就马上开工 这些葱切起来就收起来煮其他东西 剩下的葱就摘起来切葱 这个葱切开用来切成切 鱼切成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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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鱼切削鱼 先把鱼切乾淨 魚鱗洗乾淨,內臟也洗乾淨 洗乾淨後,把水分吸乾淨,內部也吸乾淨 現在把頭切出來,放在一邊 在魚骨邊皮切開 另外一邊也是這樣切 把魚骨切斷 之後再把中間骨切一刀 拿出來 把魚的翼剪一剪,不剪也沒有相關 然後把魚肉切一片片,但沒有切片 另外一邊也是這樣切 另外一邊也是這樣切 然後把魚頭,魚肉,薑和蔥放在碟上 把魚肉切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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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把魚肉切一片 放進去 轉大火蒸6-7分鐘 真是香噴噴 現在放上蔥絲、紅椒絲、芫荽 再淋上滾油 嘩,聞到的味道真是香 放入兩花生 倒入香水 放入鮪水 放上蔥旗 放入鮪水 放入鮪水 清蒸石鴿鱼 清蒸石鴿鱼由今天完成 非常快 现在我们来试试味道 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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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肉蒸到刚好 因为我这条都是400多克 不是很大条 蒸6分钟至到它的眼睛反白 这样就可以了 再吃多一块 加上葱 或者你们喜欢吃芫荽的可以加 不喜欢芫荽的都没问题 这道菜也是随意的 清蒸鱼很适合大家吃 也不需要煎 煎到整间屋都有 或者你的灶头都有 蒸就很方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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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简单的 清蒸鱼 即是蒸熟开 淋上熟油 再加上少量 豉油 或者你们喜欢多些胡椒粉 都很好吃 尤其是加上葱 你们不加也没所谓 嗯 嗯 嗯 正 这个清蒸鱼 今晚我用石甲 用来买到的鱼 石甲鱼用来蒸 肉汁很嫩辣 你们必须要试 在这里 在这里我还要提醒大家 撤鱼的时候 刚才我的刀 没有磨得太厉 我来切的时候 一路按一路按 那些肉 差不多都被我 按到扁了 按到散了 这样 刀要磨得厉 切的时候 不需要太厉害 按到肉都散了 喜欢影片的朋友 记得点赞 点赞 按下这个按针 订阅和我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链链 按我的新变速 就会通知大家 记得 追踪我的Instagram 还有Facebook page 多谢大家收看 下次见 拜拜 拜拜 新手看了这条影片 就可以准备材料来试试煮的啦